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3月20號的期權最前線 今天的一個台紙期最終是下跌了32點 來到了15373點的一個位置 當然如果說以指數最終的一個收盤來看 今天是呈現了一個小跌的走勢 但實際上你可以發現 今天的一個行情呈現開高之後的逐步震盪走低 而且這樣的一個行情操作難度在哪裡 在上個禮拜六 大家其實有去看台紙期夜盤收盤的話 上個禮拜六是跌的 但是今天早上 因為瑞銀收購瑞信這件事情 造成指數先往上去做開高 但本身這件事情其實並不是利多 所以你會發現後續的一個出現 快速向下去做轉折的速度其實非常的快 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大家看到今天夏老師的一個測標 我們談到行情的震盪幅度是加大的 但是大家會想說 老師今天高低點的差距也不過只有125點 為什麼我們會談到這個行情的震盪幅度加大 實際上現在的行情當然早上的開盤 我們剛剛談到這個跟夜盤 它其實是不同步的 最近其實也常常會發生類似的狀況 因為很多的金融事件 它都發生在美國股市收完盤之後 到台北股市開盤這段時間之外 另外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最近期的行情的延續性 基本上變得非常差 什麼意思 過去我們跟大家談過 就是說你在過高 過當天高 或者是跌破當天低點的時候 通常都會是一個很好追多 或者是追空的一個位置點對不對 這個會有一些停損 或者是這種所謂的軋空軋停損 這樣的一個反向做買盤 但是你從今天的一個行情來看 你看早上最高點15477 它是發生在大概接近9點鐘左右 也就是大盤一開盤 一開盤之後它就立刻做反轉 然後後續的一個行情 往下灌的一個過程裡面 基本上這種破當天的一個低點 過往它其實都會是一個很好的空點 甚至應該這樣子講 今天其實我們也有應該這樣講 我有發這個訊息 但投資朋友沒有完全成交到 這個稍後我會跟大家講 但是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基本上這種過高或者是破低的走勢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裡面 它很容易會快速的出現 快速的一個反轉 所以當然其實最近期 我必須講 我們操作的績效 沒有說特別的一個理想 因此其實也有投資朋友在問一下 我是說 那我們要不要擴大我們的停損 或者是說 在整個操作過程當中 就是反向來做一個操作 但是我必須要告訴各位 基本上一套方法它如果是有效的 當然不能夠講說它百分之一百 它的那個勝率是對的 但是如果它長期使用下來 它是一個值得借鑒 或者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一個方法 其實我覺得整體來講 不要隨便去改變這些東西 因為說真的 其實我們的今天的兩筆單的一個操作 其實我覺得後續的方向也沒錯 事實上我們當時判斷是對的 但是有時候因為我們的停損 稍微抓的比較小一點 它難免會有這種少到停損的一個狀況 但也因為如此 我知道大家都想要把那個停損 往上去做移動 但是我們之前也告訴過各位 基本上行情不會一直都是跟 過去的那種所謂經驗 或者是過去的操作準則呈現反向 那一段時間之後 它如果又回到了正常的一個邏輯 那你去改變你的操作策略 那接下來你會形成的一個情形 就是你對於你的操作的方式 你會搖擺不定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倒是覺得不需要 因為最近期的行情 就去改變你的停損 或者是改變你的一個操作的一個習性 因此從今天的一個角度來看 事實上我覺得我們還是 每一筆的出手 還是有我們的一個邏輯跟依據存在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的主要趨勢 當然大家可以看到 間諜台積電其他漲 然後恐慌指數漲 然後那時候台幣是呈現貶值 對不起台幣呈現升值 當時都是一個多空比較不明的一個態勢 好 因此多空不明的態勢的時候 當然我們就會回歸到短期的趨勢 去做一個判斷 好 所以在今天的一個操作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講的就是這一筆 因為當時我應該是在9點36分 我發了15415正負5點去做放空 那當然大家其實看這兩個1分K 這個是1分K 你就可以知道說他殺的速度非常的快 基本上我訊息出去的時候 應該已經在15400附近 但是因為有些投資朋友他是照著我們的方向 因為點位說真的 你帶進帶出的過程當中 你從你打訊息到你把call訊發出去 我覺得我們已經算是很快的 因為我都是用程式 然後直接填點位我們就發出去 對不對 那基本上我覺得我們速度已經算快 但是他一定還是會存在這種 你發出去之後 他有比較明顯的一個滑架 因此後續 當然當時說真的如果415有空到的話 其實我們是第一口是30點獲利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來講 最低我記得這一波應該到384還385 就是相對比較低的位置 所以後來 對不起有跌破80 這一波其實有跌破80 然後當下因為我們不確定 會員朋友有沒有做成交 所以當時我有跟大家講說 如果有空到的話 可以在15385先把空單先補起來 因為說真的我覺得我們還是 當然說真的如果那一筆算進去 你看415到385 兩口單就60點的空間 算進去其實對我們比較有利 但是畢竟我們發出訊息的時候 他就已經到400了 其實我們要解釋什麼 今天如果說這筆單是對的 然後我去應該這樣講 我如果去硬拗今天我賺錢 當然這就是解釋什麼東西 但我要告訴大家是說真的沒有 真的差距比較大 你如果411 412或者是410 我覺得我們大概都可以稍微算一下 因為他就是在正負5點的一個區間裡面 但是當下大概已經來到400了 所以我覺得沒有關係 反正至少你從方向的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是對的對不對 那後續在這個地方 這就是我剛剛所談到的 最近其實你常常去做那個破底 或者是說穿頭的那個走勢 他很快會做反向 這個其實就是 簡單講就是行情在壓縮 要做表態前 他會發生的一個情形 所以現在的行情 他的那個突破或者是跌破 那個力道的反轉是很快的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跟大家所談到 就是說一定會遇到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但說真的 我們剛剛也跟大家談到就是說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是你的操作 到底有沒有邏輯 所以你看我們當時在15415空 其實我覺得都還是符合 我們過去跟大家所談到的一個邏輯 包括RSI的一個向下 MACD的一個向下 然後這一筆 大家會覺得說好像有點不對 對不對 但是你看我空368 最低點364 所以你就知道說我是空在黑K的 相對比較低檔的位置 所以你大概可以回推 就是當時的技術面一定是RSI繼續往下 然後MACD複值是擴大 它是因為後來拉起來 它才形成這種所謂轉折向上的一個動作 好但無論如何 然後過去這一段時間 我剛剛跟大家談到就是說 如果它的那個方式是有效的 我覺得大家不要太輕易的去更動 你的那個操作的一個方式 頂多你知道最近的行情不好 那可能小賺小朋友就把它去做出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然這兩波的一個行情 前面我講過我就不太多談 我們從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三 當時我們就 期貨我們就沒有再錄了 那一天是只有加6點 那隔天賠44點 雖然我講過說 賠錢我們一定會錄 但不好意思那一天真的太忙 所以當天沒有錄節目 但是我想我們還是忠實呈現 然後不會因為虧錢的 然後就跟大家講是賺錢 所以那一天我們是-44點 然後你看這個其實也是一樣對不對 就是我有突破原本的高點對不對 當然它後續有往上 這個說真的有時候就是開比較壞 因為你說278 30點是多少 30點就是到308對不對 那它到305 其實只有差3點的空間 就壓回 這個說真的也沒有辦法 現在的行情就是很快 因為它的延續力道比較弱 所以很快的它可能拉上去之後 很快就會打回來 所以你看這個時間點 大概就只有6 7分鐘 就打回來到 甚至來到這個位階 我們最終是停損出場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如此 不是說我們方向錯了 而是在於現階段 你看一衝出去它就回頭 一衝出去它就回頭 所以包括了3月17號 說真的這個其實有點運氣成分 因為當時我設的停損是380 這個高點是379 它就是沒有碰到 但是你看 你看這個地方也是破底對不對 這個地方也是破底 然後很快的就反轉 破底很快就做反轉 所以最近期的行情都會是類似這樣的結構 如果說加上今天 不好意思我們忘記把今天的K線圖放上去 直接跟大家講 就是你自己稍微算一下 你知道這個月到目前為止 我們是只有賺81點 不多 就是我們有吐回一些 因為2比88點 2比44點 那加起來就88點 那有回吐一些獲利的空間 那最近的獲利其實也都拉的不大 但是你可以發現我們做的每一筆單 都還是符合我們的邏輯 那有時候只是說像前一筆 我們剛剛講前一筆那44點 就是插3點碰到停利點 然後立刻做反轉 所以我倒覺得說不用因為這樣子 去調整你的一個操作策略 重要的是說你要去謹守你的紀律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老師很容易被掃到22點 有時候會剛好點到那個位置 他掉下來對不對 或者是你在做多的時候 點到那個位置就彈起來 但是你要想的一個問題就是 你22點可以解決的事情 你絕對不要搞到 你用變成30點 變成40點 變成50點 我知道市場當中大多數的老師 不會抓那麼短的停損 當然不會抓那麼短的停損 對於你來講 就是要嘛你虧 就虧一次就虧很多 要嘛你賺 可能會其中存在跳空 但是這種東西其實說真的 你的風險都冒得非常大 我今天我抓一口22點 兩口44點 說真的我覺得這個都在大家 可以承受的一個範圍裡面 對不對 那只要慢慢的去做累積 慢慢去做累積 其實我覺得最終是結果 或許大家會看是三月份才81點 但是我們在一月份二月份 我們用同樣的操作方式 分別有236點跟260點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倒覺得後續的行情 當然現在是一個壓縮 所以行情會一攻高就打下來 一殺地就彈起來 但是這樣的一個行情 它不會維持太久 尤其是如果接下來的一個行情是 呈現比較明顯的往下的走勢的時候 投資料你一定要懂得那個期貨的操作 怎麼樣去做操作 如果說你執著在股票 然後你又可能不是會去做空的那種人 那事實上如果接下來行情是呈現比較反轉 比較向下的 對於投資朋友來講 你會非常非常難操作 所以我倒覺得 可以趁著這個時間點 我相信或許最近的技巧 可能沒有特別亮眼 但是我們給大家的紀律 或者是我們給大家的操作方式 一直以來都是維持一個比較穩定的架構 所以我覺得投資朋友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你不要去學那種 不是很穩定的 或是賭運氣的那種 關鍵是在於有沒有一個穩定長期的一個績效 那個是可以參考 我覺得這個東西才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如果說投資朋友想要跟著我們一起做操作期貨的話 我們也歡迎大家可以透過下方的Lite 或者是我們的服務電話 來跟我們的服務人員做聯繫 那以上就是今天3月20號的期權最前線 謝明哲老師聲明書 市場上有詐騙集團 盜用謝明哲老師的照片及簡介 成立Lite群組 推薦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當之費用 謝明哲老師在此慎重聲明 等LiteID為 AtMoney27525868 ParagonID為明哲888Y 無其他群組 請投資人切勿受騙上當